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叫做Gurtus 香肠差不多一千年前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欧洲将军命令士兵将面粉用泉水和成面团 揉成细条缠绕在长毛上 再涂上野分泌 在篝火上烘烤 特别香 大受欢迎 战后 将士回到家乡 这种美食在欧洲迅速流传 宣亚利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 中国的百分之一 却拥有两万家图书馆 平均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 中国平均50万人才拥有一座图书馆 宣亚利平均每人每年够书20本 比西欧人多得多 是世界上读书分泌最浓的国家 宣亚利不到一千万人口 却有15位诺贝尔奖的主 我这段时间通过和老师学习 喜欢上了中文 我会好好学习中文 将来给大家用更努力的中文 讲解更多的宣亚利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感谢观看